针对林志坚的论文案 过去这段时间 我无数次被外界问及 而我始终以政治人物诚信比学问重要来回应 因为这是我内心真正的声音 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公开呼吁林志坚可以诚实面对 到台大说明 很遗憾 台大学轮会曾经三次邀请林志坚出席说明 但是他始终没有现身 取而代之的是民进党人士 漠视学术自主 铺天盖地的对台大抹黑抹红攻击 同为台大校友 我要严正的呼吁 民进党人士请适可而止 不要太超过了 不要凡事只想选举 忘记了台湾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 更需要守护的价值 就是诚信与是非 我们尊重台大学轮会的审查结果 也呼吁大家不要再以政治力干预学术 也呼吁大家尊重这样的结果 林志坚已经严重违反学术伦理 所以台大已经决议撤销他的硕士学位 这就代表说林志坚的诚信已经破产 我想请问 桃园人还要一个诚信破产的人来当市长吗 民进党应该要思考 是否还要挺林志坚挺到底 曾经全党挺艺人的民进党 上到下都有责任 应该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